好,今天看一下PotteroPattern 我们一般移做圆形模式 圆形模式呢 就是在相同的类型 相同类型的多个对象间去共享属性 如果先前有同学 如果是接触过什么Jal 接触过Jal的话 可能就对这个功能的话 可能就比较熟悉 如果要在多个对象间去共享一些属性 或者共享一些方法的话 可以直接用class的静态方法 是吧 但是在JalScriber中 也就是在GS中呢 我们是需要用到Prototype 因为在这个就要提到 JalScriber它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在早期的话 它是没有class的 没有这个class 你不能直接去写这种class 所以在 你就没法去定义这个 直接用class去定义这种类上的方法 从而让这种实力都去共享这相同的方法 相同的属性 class是在ES6以后提出来的 就是才支持的 就是在ES6之前呢 我们是需要用到Prototype的 也就是圆形 圆形链 PrototypeChin 这个下面有提到 我们接着往下面读 这里是一个示例 就是怎么样去通过使用这种 类型 去通过这种ES6的这种语法 就直接定义一个类的方法 就是类的方法 然后从而呢 让每一个实力都具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里是一个定义了一个dog的 也就是狗的这样一个类 然后这个类的 它有一个构造方法 在构造方法中呢 你可以传递一个name 通过传递一个name去 创建不同名称的这样一种dog 然后有一个bark 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狗叫的 狗叫声 下面就创造了不同的dog1到dog3 这是中英文混淆 dog1 to dog3 经常有的时候 跟那个 跟客户用那种英语的时候 一紧张 有的时候就中英文混读了 就中英文混缩了 OK这里 这个bark 它其实呢 就是在类上 也就是在圆形上 在JavaScript中 它是叫圆形 上 去 在圆形上 去定义了 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在类上 去写的这个bark 这个方法 它会自动的帮我们添加到这个圆形上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 Dock.properties 直接去访问到它的这个圆形 也可以通过对象的 下滑线 然后下滑线 这是两个下滑线 两个下滑线 然后去访问它的圆形 刚才提到的圆形 它是一个圆形链 所以它是有一个指向的 就是 对象的 它的这个 Perto属性 是指向了它的类的 当我们去调用一个 对象上的一个属性的时候 它会先在 这个对象 也就是这个实力的 Perto上面去查找 如果查找到了 就直接去调用 比如说像这个内幕属性 如果是查找不到 它就会足迹的往上面去查找 比如说这个bark这个方法 它在Dock.street上是没有的 然后它就按照这个 箭头指向的方向 一层一层的往上面去找 找到了 就去再去执行 这个找的动作是发生在 那个运行时的 运行时的 就是代码执行的时候的 它不是说定义时的 不是定义时候就确定了 这个也是JavaScript的 它的一个灵活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在 创建好实力化好 实力化好这个Docker的时候 就Docker对象以后 我们也可以动态的去改变这个 Prottyper 然后给它新增新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这里 新增了一个Play方法 那所有的已经实力化好的这些对象 都是具备这个Play的 你是可以直接在 通过可以直接在那个对象上 直接去执行这个Play方法 虽然在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在实力化这个对象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Play方法 但现在已经有了 这也是早期我们写JavaScript 写JS的时候 怎么样去创建一些实力的方法 去动态扩展一个对象的方法 我们经常会用到这种方式 原因链还有一个使用方式 就是实现继承 我们原来是直接是操控 Protty去实现继承的 但是现在的话 Yes的语法就比较方便一点了 它直接也是像Java一样 提供了这种class 提供了这种Extens这样的一些关键词 你可以直接用这种比较直观的方式 去实现继承 但是底层的话 它仍然是操控的原型 原型链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种 原型链一样 我们下面应该也会有一个图 OK 其实对于一个子类来说 一个子类来说 要实现继承的话 其实就是把它的Proton属性 指向它的负类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原型链的一个节点的一个添加 也就实现了继承 就是刚才提到的那种代码 它会去搜寻 按照这个原型链的指向 一级一级往上面去搜寻 当前级别找不到这个相应的属性或者方法的时候 它就会往上一级去找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继承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 OK 接下来是Object Creator 在我们去创建对象的时候 可以直接使用Object Creator去创建 比如说我们这里使用了一个Object Creator 然后传递的一个参数Dogger 然后这个Dogger就是这个Pate1 这个实例它的原型 从这里可以看 原型也可以 其实也可以叫做一种母版 如果是对大家打印过东西的话 复印过东西的话 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母版 就是你把东西放进去扫描一下 需要打印东西放进去扫描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复制很多份出来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跟实际的复印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你复印东西的话 它是每一次复印都是会把原来内容重新打印一遍的 它是会消耗纸张还有消耗那个 呃 油墨啊 你的筛骨啊 都是会消耗的 是吧 它是有次元消耗的 但是 在我们使用圆形啊 圆形链去复用方法或者是属性的时候 它是不重复的去分配内存 去为每一个对象再重新分配内存 去存储这些属性或者方法的 它就是一个箭头的一个指向 啊 你可以理解为这种箭头的 实际上有个C元基础的话 可能接触个指针啊 它就是一个引用啊 一个引用的 或者说是一个引用 这样就避免了我们的需要共享的这种属性方法啊 每一次使用每一次使用每一次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都要重新去复制一份 嗯 这样就 嗯 节约了内存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啊 它的性能 就创建的性能 在嗯 在加勾斯克布图中 你直接使用圆形链模式 可能呃 圆形模式或者是圆形链模式的话 可能会比较少 这种机会可能比较少 因为它也是 它也就是作为一种底层的 呃 呃 这样一种实现 面向对象的一些继承啊 啊 复用啊 呃 这样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功能 呃